画面上这个新北平溪的放天灯壮观场面 在现场感受确实令人震撼 基隆市长谢国良说 参与基北北桃四个市长一起在平溪放天灯 真的有感动的体验 那天放天灯其实很感动 那天的整个气氛 然后那个灯 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把那个灯把它举起来 对那我自己也很感动 他也觉得这样的一个首都生活圈合作 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可以帮基隆市民争取更多的福利 也期盼首都生活圈的一千万民众 未来资源共享 增加互动与共好 那我也看到我们四个县市直辖市的一个紧密合作 也已经即将开始 我们在现场 除了四个首长跟我们负责文化 负负责社会关怀 还有负责交通 我们都已经有一些共识 这共识一跨县市一进行起来 哇 感觉对于整个生活品质 通勤品质 都能够有效提升 比如说未来 我们每一个基隆市的市民 都可以在北 北 基 桃 四个地方的博物馆 都可以享有市民的待遇 那这样子对于很多要到外县市玩的 基隆市民朋友就很有帮助 所以我非常肯定 而且很开心 四个县市的合作已经即将展开 那这一次的东道组是新北市侯市长 他们在整个平溪天灯的活动 我自己看了 我觉得办得相当的严谨 而且现场非常的热热 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活动 谢国良也强调 这个交流平台是由四个县市轮流举办 这次新北办得非常好 也希望等到基隆举办的时候 可以把最好的城市特色发挥出来 让更多人看见基隆的美好 记者黄润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